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那时候也挺严苛的 不画一张不让吃饭 不画完一张不让睡觉 四小前让我画墨鞋 比如说闭上眼睛 你们眼睛里能看到什么 所以我心里会想起来 这些都是很神奇的 我心里比如说想象的 我要达成那一幅作品 我脑袋里大约已经它都在了 赵阳的那种 比如说我说的他那种 带有某种高骨 然后那种飘逸 随机 灵性而动那种东西 有利于他自身之外的那种状态 比较有意思 这里有一张凳子的 我是觉得它挺重要的 一个画家 明示是很关键的 这个作品画完之后 你要有一个沉淀的时间 在你深沉的明示的时候 在醉镜子的时候 其实它是不想的 它是放空的 真正的解决问题 我觉得不是说 你找出一个路径来 你要直接面对这个问题 你要走进困难 你成为黑暗 然后你才能够心细光明 这也是某种神的眷顾 在你观看的时候 巨大的困难 它会自动地迎刃而解 中国话叫血液 这个液也包括颜色上的液 中国话里面 墨分五色 更重要的是 墨已经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了 不上颜色都可以 很多东西你靠想象就可以了 想象的东西 甚至更丰富 就是最近的 我刚刚瞄一眼 它的画面的那种 觉得是它在不断地 比如整合分散 整合分散 然后可能现在这个阶段 是又有某种整合的倾向 然后可能下个阶段 它又变成分散式的发展 这么一个人的状态 你进入工作所就跟进入一个产房是一样的 我的乱是我私营的 一个习惯上的 你信手拈来的 但是我现在想面对一个更大的困难 它不乱了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更主动一点 可以直接打到我要的点个点 可以不借助任何我要打腾的一个东西 我只要走就可以了 像我现在比较感兴趣 比如说一样又不一样的这种事物 比如说松爆太阳 这两个人你看到他就是一个人 他分明不是一个人 你好像有一种巨大的自换 你的个体就消失了 然后你产生了一个新的面貌 这种有意思 有时候你搜不清镜子这个意味 它是折叠出了另外一个空间 也是也不是的 一真一假的 还是新像的产物也是有意思 经过这么多年 你重观一下 你画的每一笔 其实都是前面所有事情的勾连 人能活多少年呢 还是要做自己要做的那个事 然后看看你是谁 我现在都是找到哪儿算哪儿 包括绘画上也是这样的 它偏向更自然 更流畅 明天是未知的 这张画的结果也是未知的 我并不是那么确定 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 我觉得它是推动我前进的一个动力 本身就没有艺术这回事 它就像烟雾 你想抓住它 它就消失了 但你闪身肘的时候 它就随你来了 卖物是全世界平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